主耶稣啊 我非常感谢 你给弟兄们这样的忠心 给他们智慧 他们有这个好的聚会的地方 在他们的这个财务的能力上 我为这个感谢主 有这个地方 你盼望什么呢 你盼望 你盼望使徒们能够在这里被产生 许多的执事在这里能够被产生 许多进攻用的负责弟兄们能够被兴起 这里不是为了敬拜而已 这里是为了见证 我们需要为这个非常喜悦 我们要告诉神 我们敬拜你 你给我们一个地方 不是让我们来玩耍 不是只让我们基督徒来敬拜而已 而发展出基督徒的社区来 我们来在一起 来承担主的托付 我们有很强的愿望 我们有很强的愿望 这个地方 可以兴起人来 人从这里能够来爱主 奉献给主 从这里能够了解属灵的事 能够把自己奉献给基督 你要感谢神 主好像有一点喜悦 告诉我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 主要说出他许多的丰富来 他自己的丰富 他运作的丰富 他祝福的丰富 这个教会生活的丰富 这个地方 神说话 因为我们的神 他是一个说话的神 他说话 他所做的 借着他的运作 借着他的呼召 他得着这些忠心的人 借着这些 只有一个非常重要 我要说话 我要向你说 你能够认识我 了解我 能够欣赏我 得着我 能够与我 你能活在地上 能够高的价格 我们是活在地上的一般人 我们有属天的活出 因为我是说话的神 这很有趣 有这样的想法之后 弟兄告诉我 弟兄请你来 给我们一个特会 我也盼望着 我已经八十岁了 我要做一些事 在你的爱里 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非常好 盼望有更多的 主的仆人们 能够在这里说话 更多的仆人们 能够借着这个会 能够拔高圣徒们 鼓励圣徒们 更多的弟兄们 来到这里 来帮助我们 传福音给我们 这里有许多的 波兰人的后裔 波兰后裔也是人 我们中国人也是人 人很有趣 他们做他们所能做的 他们找他们所认定 他们找一个方法 能够抬高他们自己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好的社区 也许足有怜悯 也许有些会得救 不管他是波兰后裔 或者是非裔的 或者是韩国人 魂就是魂 灵魂就是灵魂 在神的眼里 他们都是一样 他们都需要救恩 如果你看这个会所 十年之后 你可以有这样的夸耀 不要说谁来了而已 而要想这个会所 能够产生出什么 我去一个教会访问 在亚洲的东南亚 很有趣 弟兄们谢待我 带我去他们的会所 我在那里有特会 他说朱迪兄 苏上杰 was here Dr. Song was here Li Changseo was here Brother Li was here Wang Zai WangZai was here Dr. Wang was here Wang Mingdao was here There are two Another one was here I forgot whether Ni Changseo was here Maybe Watchman Lee was here My first reaction was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How come you're that stupid 那你为什么这么笨 After all the spiritual Spiritual men come 这么多属灵人来了之后 And you're still sloppy as today 你今天还是这么的 罗罗踏踏 You might as well jump into the water And get people pick you up 你最好跳到湖里 For two purposes 为了两个原因 你需要被重新受禁 Bury all your useless 把你所有无用的都 再重新埋葬 第二 这个冷水总是可以让你醒过来 因为你的心思不够亲民 后来我想想 看看他的年纪 那个时候 我是50岁 太年轻说这么多了 如果是今天 我就会告诉弟兄 弟兄王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弟兄们 跟你们在一起 那么多弟兄们访问过你 我没有必要在这里 这个飞机还在那边等着 我可以到飞机场 我已经准备好回去了 如果他们不能帮助你 我也不能够帮助你们 为什么 你只是守住一个基督徒的 这个教会生活而已 你不是为着神的利益而征战 我盼望十年之后 你就可以说 朱弟兄曾经在这里 如果主的联名 我还能够跟你们在一起 许弟兄在这里 叶弟兄在这里 金弟兄在这里 Jordan brother在这里 没有一个名字那么的响亮 你不会说这些 这些不够的 弟兄们 十年之前 我们只有一百二十位 之后我们很快到了一百五 会有许多的增加 都不要为了那个夸耀 但是要夸耀 在这里 能够产生许多数的教会 在这里 产生多少的主的仆人们 在这里 有执事出来 在这里 产生许多爱耶稣基督的人 在这里 很多人得救 如果你能这样说 十年之后 十年 一千人在这里得救 一年才一百会 想想看你的孩子 有五十个 你了解我说的吗 你的孩子长大了 所以你迫切 他们不会成为 爱玩的孩子 他们能够信耶稣基督 你需要受尽 你需要受尽 那就得罪一个 所以这一百位里面 所以有三十位 是从本地来了 能够在教会生活中长大 但是 你能够带另外七十位进来 你就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能够戴波兰衣的得救 他们是天主教的 他们是天主教的天主教 他们没有像意大利人 那么罗曼提克 意大利人很罗曼提克 但他们很自由 所以他们还有福音 波兰人非常保守 你可以跟主讲 有一个得救了 有一个中国人得救了 有一个非裔的得救了 我愿意告诉你 有一个在地球上一个角落里的人 有个也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来的 他们只有两千人 也有一个在这里得救了 我告诉你 你就非常的喜乐 这里需要成为一个地方 让更多的人得救 这里是一个地方 而帮助人爱主 这里成为一个地方 愿意奉献给基督 这里成为一个地方 他们能够被兴起 成为有用主的仆人 这里必须成为一个地方 一个地 一个卫养的地方 能够产生许多的众教会 这就是主的祝福 那你说如何呢 我的话就是神需要说话 所以我再加一点 这是一个地方 许多主的仆人来到这里 能够向我们供应 我们享受他们的同战 为了这个赞美主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 在这里 许多人都做喂 都做成全 能够合适地长大 能够成为祝福 能够有用 在主的手里有用 不然的话 这只不过是一个会堂 没有价值 这个会堂的价值 在于产生出什么 当你产生出来 非常的有价值 那你就非常的适合 你会赞美主 你可以这样说 我为着这个会所的奉献 我所这样劳苦的 这样的整洁 我在教会中 这样的付出 付上代价 是非常健康的 非常值得 我喜悦 愿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